各位奇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資安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五九段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呢 呃 來走個新小木大飛手腳開局好了 好 最近小跳下有點多 來嘗試一個大飛的 那白棋很快在右上點腳 那我就擋 我擋完長好了 擋完長 還是我個人非常常用的一個下一個下法 啊 那麼今天這個棋呢 稍微比較快一點 是一個 基本用時一分鐘 然後 15秒的一個讀秒 所以 今天可能得 比較少思考時間 其實確實要一邊講的話 還是比較 比較累一點 如果是15秒 相對來講 可能比較少 能夠去講什麼東西的時間吧 呃 那左上他這邊也選擇長的話 要不要走個別的 走個爬 走個爬什麼樣 啊 試試看 那麼他搬的話 我就搬一個 看他要不要繼續下 應該通常好像不 他會再立刻走 哦 白棋在右邊 割分 那麼 我是 走什麼 割分 相對好像少一點 一般是不是會走這種 夾攻比較多 現在開始 呃 我如果逼過去的話 感覺他又會小飛一個 還是進逼住 那我可能 還是拆一個好了 看他是簡單拆二 還是怎麼樣 簡單拆二 那我這邊能不能去 這邊要不要尖頂他一下 還是斷一個來開戰 試試看好了 不太會下 斷完爬一個 然後他長我長 然後他跳嗎 然後他先板一下 應該還是會跳這個 哦 直接 直接搬火 直接搬火 有沒有可能拖先 我跳他如果敢走 我靠下去 7 6 5 4 3 誒我先走一下 是什麼東西 哇這個 思考時間確實短 哦 這 這他搬過去 我能靠下嗎 靠完走一下 誒我怎麼覺得他這個 騎 有點怪怪的 哦 這樣就形成一轉換了 是吧 這我是要跳下 還是打 打吃 7 6 5 4 3 2 1 打掉好了 這我剛才跳一個 好像也可以 但是一時沒算清楚 想說打掉看起來簡明 好 那我就吃住了 這樣形成一個轉換 我感覺H應該便宜了吧 這三顆 吃的又厚又大 木樹本身相當大 而且他現在上面的潛力 可以說幾乎都沒有了 掛一下 這掛好像下的有點簡單 但是剛才原本想下上面這個尖踢 但是呢 尖踢好像也不一定好 好 他就是立個踢 那我左邊接近實控化了 踢完一拆二哦 這個 這個我點腳怎麼覺得他味道還是挺臭的 7 6 5 4 3 2 哇這個15秒確實還是吹的比較緊 蛤 4個 哦他擠上來 如果斑完斷他吃出來 9 8 7 6 5 4 我先板一下看他是要打出來還是擋住 應該還是會擋住 打出來的棋稍微虧一點 局部本身是虧的棋 那我再考慮我要連拌還是說斷一個 我如果斷的話他如果吃出來便宜嗎 我就吃完然後他飛出我再把他這個打死 感覺他不便宜 好 下了 他如果吃的話那我就打住外面吧 打住外面 雖然說發展性感覺也沒有說到很好啦 但是現在這個棋聖上面沒定型 我就把這邊走一走 接好了 哦繼續拆二 啊然後我這個大飛感覺已經蠻有一些漏洞 嗯他這個點入看起來算是相對嚴厲一點 我是補一下 這棋有點確定 不確定要補在哪 飛一下 他是爬完拐嗎 爬完拐的話 我看要不要藏 他如果貼上來我可能就反貼了 這樣感覺舒服 他有可能會靠一個什麼的 來跟我囉嗦 哦他是飛啊 飛我這個是敢 貼嗎 他如果爬我搬下再爬 這我沒什麼研究 這敢下這個 哇 被他爬進來了 這我敢搬下去嗎 這個這個 這個針子 8 7 6 5 4 3 2 1 這個針子我不利 但是我不反擊好像 好像也肯定虧了 這針子我應該是不利了 8 7 6 對我針子確實剛好不利 對我針子確實剛好不利 這樣我是不是還是有點麻煩 剛才這個反貼好像有點問題 嗯 現在形成一個激戰了 7 6 5 4 3 我可能還是要先出頭 右邊肯定得出頭嘛 打一個 但是我怎麼覺得這戰鬥王挺不利的 嘖 糟糕了糟糕了 先肩出吧 我把下面限於不易了 下面這幾顆其實挺慘的 不過他腳我等一下點一個 1-3 哦他就呆病一個 他還是活起 因為我右邊這邊是軟頭 因為我右邊這邊是軟頭 走自瞻還是 最後選擇自瞻 這我點一隻3 他呆病一個好像 我爬進去是什麼 還是我有其他的下法 走這個 他肩頂我不行 9 8 7 2 點一個看看 他走我 他靠住啊 他秒靠住 9 8 8 7 6 我怎麼覺得他剛剛已經呆病 不過我現在外面這個騎器也 不是很多 我立刻去點 其實有點早 呃 我其實下的也是有點太早 哇他沾住 這樣子我有點頭痛 8 7 6 5 5 4 3 2 1 不行我得先靠出去 哇這個騎交換的早了 我太早點了 我 我現在如果去提的話被他封在裡面 我這攻殺 感覺是不太行啊 但是我現在要回去走外面他 裡頭就可以補一手了 7 7 其實也還好啦 虧的也有限 4 3 2 虧的也有限 就是 假設他現在回去補一手 我能搬出來 大局的方向上應該還是可以的 8 7 因為他現在外面應該也照不住我 長的我還有穿向眼 3 噢他還是要封喔 這麼兇啊 9 8 7 揍著 他莫非等一下還要跳照住我 欸 倒也沒有 那我還是先穿破他這邊再說 他腳上真的不管 好兇啊 9 8 他沾是為了不要讓我夾 還有下面的眼位 5 4 也是合理的 但是我就先走出去再說吧 我現在敢不敢去拔的這個 9 8 7 6 5 不行我覺得還是要出頭 這個就算 這個不要封住我就算吃腳 還得收氣的話說真的也不見得一定便宜 而且我現在這邊這個還有貼出毛病 4 3 2 1 應該還不至於 他大量的這個那我肯定得補 至少我收穫到這一塊了 而且他中間還是飽飽的吧 這我 這我直接弄過去 9 7 6 嗯 4 戰鬥還是比較混亂 欸還是堅持不補啊 喔 他就是想 我還真不太懂他的意思 為什麼堅持不補在腳上 爬完立下 9 8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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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9 9 9 8 9 為什麼爬完立下 我撲的話他在撲 但是他現在走這個好像 好像不太對 這樣子我一撲 欸不對啊我一沾他是一個丁四 等一下我想想看喔 我一沾他是一個丁四 但是他撸出來 我這個要殺他其實也挺難的 因為他 他氣多喔 我先這邊弄兩下好了 我覺得我外面得儲備一下 這個直接沾住 嗯他這邊還有 這邊我還軟頭然後 他這邊還有撸出去我覺得他氣太多了 他的氣太多了 8 7 6 5 4 3 2 我覺得如果這個如果真的要搞他的話 反而會有可能搞死自己 9 真的有可能搞死自己 所以說我至少先把自己走出去 9 8 7 6 5 5 我要沾吧 不過他這個腳也挺肥的 9 8 7 6 5 4 3 2 我之前先搞他一下 哇這起還是相當的緊 8 7 6 5 4 3 2 1 哇他反照住我 這我是能跳出來了 8 7 6 5 4 3 2 1 我反點他這個 我如果 我如果能夠 吃4顆 我能夠有這邊有個後門可以吃4顆的話 那我 那我就不需要連了 5 4 3 2 其實我衝一個跳也可以 我好像應該衝一個跳 我好像應該衝一個跳 衝一個跳好像更好 哇他現在 他現在這樣吃住我了 5 4 但是我 我還可以去黏腳上 因為 我有一個後門可以 可以回家了 我剛好像應該衝一個跳 不過他肩頂住 好像尾巴還是要掉 那沒辦法 2 1 那沒辦法 走這個靠的話 9 8 7 6 5 4 3 2 1 我應該單打住 這樣還是一個結是嗎 因為他擠一個先手 9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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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戳一下 好像不一定是好棋 我剛其實應該單跳過就好了 他這個斷也斷不下去 他那個點好像不是什麼棋 不是什麼好棋 剛剛也是點 我剛才單連過就好他這也斷不下去 這個反點有點迷幻 迷幻色彩 守這個 下一步要斷我 8 7 6 5 4 3 那我就貼好了反正他要連一手那我再 我再跳出去 我只吃這個腳會不會不夠啊 我怎麼覺得只吃這個腳好像也 不一定夠大 其實好像還早他上面這邊給我點有點多 哇這麼兇啊接著要搞 9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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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搞定的 考驗我一下 我要不要先衝出去刷 算了還是殺到底 看不出他敢斷我的原因 感覺他還是不敢斷我 哇 還是要斷 他如果擠的話我連接這個都先手 因為接本身提掉我就活了 這要鋪 鋪又是什麼意思 要跟我比氣 不是啊 他外面不是潰爛了嗎 等一下 我死光了 哇 原來我死光了是吧 哇 居然中套了 我就被人家幹全部幹掉了 斷掉 我得要打這個不知道 7 6 5 4 3 2 我好像得打這個 打這個是什麼 打這個是什麼 6 5 4 他提掉那我就 反提嗎 9 8 先提這個再說了 9 他有斷這個 我死光了 7 6 5 斷這個 9 8 7 6 5 這我是沾還是 3 2 這我也不能沾了 沾被他一提他等一下就萬劫不印就行了 9 8 7 6 5 5 4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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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搞不清了啦 剛才真的搞不清了 好 下面再提過來 我把這併過來好了 我攻他這塊 他現在提這個 好像不算是很大 他可以跑是嗎 先把他壓過去 先把他壓過去 下面居然風雲變色啊 全部又被他吃回去了 那我得要殺他這塊才行 我可能藏這個好了 不然感覺這邊有很多借用 哇 這棋居然下成這樣子 完全沒想到 這是什麼經過啊 這太可怕了 哇靠這個 這太可怕了 這什麼棋啊 這什麼棋啊 這太可怕了 9 8 7 6 5 我已經無法思考了 這外面能殺掉還是贏多了 不過好像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殺的到 等一下這邊跑其實還有味道 喔不對 跑我真死了 我看錯了 跑我總是真死了 7 6 5 4 3 他現在 我得滅眼才行 不然好像 有一個段 他這邊做完有一個段 啊不對 我剛剛也可以摳吃 啊不對不對 我滅眼是對的 但是他感覺外面很好處理 這我還有殺的能力嗎 9 8 7 6 5 只能反照了 哇 怎麼會下的這麼兇險啊 確實還是很很艱難啊 先路過來 這要搞 我嗎 退還是搬啊 7 6 5 4 3 2 應該搬住也可以吧 這邊完全沒問題 我剛剛還是看錯了 直接增掉就好了 反斷 9 8 7 7 反正我回貼感覺他這邊沒什麼搞頭 他這邊是沒什麼棋吧 9 8 8 8 這邊 欸 挖 挖的 然後這個路過來這邊挖這邊的段 應該沒什麼棋吧 9 8 7 接我就挖進去 這邊斷 沒什麼棋喔 這邊斷 沒什麼棋喔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應該是死掉了 7 6 5 4 3 2 這還要跑 9 這邊有個反斷 不過應該也沒什麼事 這我拔掉就行 拔掉就行了 應該還是死透了 好 對方透向了 好吧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 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的對局 那其實看到下面這個勝率局限圖呢 大家應該也猜得出來 剛才這個棋啊 雙方都各自有稍微大一點的一些失誤 那也有一些地方沒有把控好的 那不過應該說這個15秒快棋呢 失誤稍微多一點也還算正常了 接下來就從頭來開始看 一開始都走的是定時比較還好 那黑棋在左上斷一個率先開戰 那麼白棋長完長 黑棋往中間長的時候呢 這邊爵翼認為呢 實戰這個扳斧啊 並非他的首選 爵翼認為這邊白棋還是應該把三顆子折克跳過來 那黑棋就往中間跳 白棋上面跳出之後呢 黑棋靠下 那白棋就頂完後續挖斷 這腳上先扳一下之後就挖過來 那這樣子大致上是這樣子去下的 白棋實戰這個扳斧 我這個實戰立刻跳過去也是正確的 那他這邊變化也可以看一下 白棋可能還是應該把三顆子跑出來 實戰搬進去雖然吃到這個腳上 不過外面三顆子掛掉呢 可能還是稍微虧一點 這邊白棋飛出三顆的話 黑棋再回去腳上打吃一個 那麼白棋上面走出來 那麼黑棋這個進逼去攻一下白棋這一塊 那麼白棋飛出黑棋再走出來 看起來是一個蠻複雜的戰鬥啊 雙方都各自有非常多塊棋 黑棋有兩塊白棋有一塊棋要跑 那白棋這個棋呢 好像暫時看起來稍微薄弱一點的 棋形上這個稍微比較鬆散 有一些各種跨斷還是衝斷的毛病的感覺 所以剛才這個跳過來 如果白棋跟著再飛的話 應該會演變成一場亂戰 實戰的話就形成轉換了 白棋吃掉這邊獲得一些木樹 那麼黑棋是吃到外面那本身蠻厚的 我覺得從心情上來講 黑棋應該是賺一點了 我覺得個人非常欣賞黑棋這種 又有木然後又厚 那又走在外面 我是非常喜歡這個黑棋 那從勝率來看的話 其實稍微好一點點啊 就稍微漲了連10%都不到 其實還好AI認為是還好 不過個人的心情上覺得相當舒服 那他這個地角的時候呢 決一也認為我實在這個掛過去也是首選 那後續的話 在右上角定型當中呢 決一認為是用斑碗跨下去的 他的變化圖是斑碗跨下 然後就走成這樣 其實結果上跟實戰的結果算是一樣 不過這邊我實在立刻去沾住 好像有點太緩了 確實這邊我立刻去下 有一點點太過於厚重 但這邊是先點過來的 然後白棋反擊用貼一個 後續也許黑棋往中間長或者跳之類的吧 那白棋如果這邊簡單爬過的話 那黑棋可能就靠一個 就整體把中間攬入懷中了 他這邊白棋如果再挖斷 那黑棋繼續退 看起來白棋如果照這個基本定型這樣走的話 黑棋在中復的勢力是越來越可怕了 這邊還得再走一手 不然不走 白棋這個反打好像也是挺痛的 假設他走一個 那我們這邊再點一下也是舒服 還順便照顧腳上 這樣子一交換完 好像黑棋得力頗多 那中間的勢力也相當的可怕 這個上面不知道要不要沾 還是就更飄逸的往中間走一個 不知道 總之這樣黑棋看起來是相當舒服 所以說呢 我實戰監踢的時候 也許實戰白棋這個擠上來不見得好 也許他應該往前撸嗎 看一下這邊角力的想法 角力認為是班棋 這個還勝率差了不少 差的算蠻多喔 然後黑棋反扳下去 黑棋這樣子走變成 腳上有點獲利 不過白棋重點還是要把棋走出來 確實 對阿 這邊他直接立下 單立這手棋 哇沒想過耶 我以為總是去點點腳什麼的 不過角力的想法可能認為 不走的話白棋有可能班瞻啊 所以班瞻完後續 白棋要夾進來什麼的 或者點進來 其實也有點討厭 如果白棋班瞻好像本身目數也是蠻大的 所以總之重點是在右上白棋應該要去搬上來 好 那實戰這擠變成跟這個 剛才角力的變化等於相同的定型 不過我這個瞻就有點厚 太過於有一點點緩吧 我應該來點這個去做一個利用 然後他逼過來的時候 我這首飛好像也不見得好 那時候就想要補棋 然後又不知道補在哪 我決議認為還是應該點了 這時候白棋就不是反擊在T2位置 他是反擊在下面尖 可能還是強調下一步 我這馬上靠進來 這更有問題 隨便靠就隨便爆了 所以黑棋也補一下 不過下面還是有一點漏啊 拖完斷好像還是 這拖完斷好像還是相當噁心啊 然後白棋還是來斑瞻了 這個斑瞻還是痛啊 因為下一步一夾 黑棋這邊的控全沒了 我這種斑瞻不要覺得他很小局啊 其實很噁心的一個東西啊 這種斑瞻我覺得很可怕 因為我實戰中時常缺乏這種感覺 然後變斑瞻一下 然後才發覺很痛 因為你不好補 你主要你往中間跳這種東西 你還不好補人家還是夾進來 你立不下去了 這這爆掉了 對阿這樣子 這樣子就不太行 所以這種斑章我覺得還是痛 他還是飛在中間去下 不過他這邊等於是髒的更大了 這樣子等於說他假的 我們至少還可以虎過去 這樣中間的效率還是夠大的 然後他剛才變化最後一手是 靠出來反擊 確實這邊 還是欠一個靠出 所以他這邊反倒也是沒有去補了 他有點以攻待守的味道對不對 他逼人家先走一步 然後我們就再飛出 這有點以攻待守的味道 而且白羽雖然反擊在這 但是將來這邊還是有被透點的問題 譬如說 這個這樣子一下 對啊 你如果要路過去 那我們這個把你掏光也是有可能的 或者或者單爬 單爬應該好一點 不會落後手 對啊 單爬你還得後手接吧 這樣子我們就把它掏光了 所以 這有點以攻待守味道 黑一點是這個意思 對啊 然後他這邊飛進來的時候 我實在 去貼這個應該是 應該明顯是壞期 我貼這個 被他爬進來 就 導致後面這個勝率一串降 就是整個苦戰的一個 導火線 我這邊應該擋住 我這邊擋住 他貼的話我們就 再拖先 這靠壓還是要做一個利用 所以他這邊決議下的是還是蠻瀟灑 我實在本來想說 他這個沖完之後這邊留一個段 味道好像不是很好 但是我好像有點多慮 但是因為他這個 白旗沖這個本身他也有點虧 虧在哪呢 就是在於說 這邊有一些點的味道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沖的先手 那先不要沖 因為沖會景氣 我們就先點 他這個點的話 白旗不太好硬 因為你主要你主要印在這邊 一沖兩顆就掉了 肯定不行 那你如果印在這的話呢 黑旗這邊弄過去呢 那又壞了 白旗根據地都沒了 那你如果沾這個強調 黑旗這邊毛病的話呢 呃 對啦 這個白旗可能應該要沾在這強調 黑旗毛病 但是 黑五應該肯定不會立刻去點 就是說我只是指出說 將來這邊白旗還是總是有隱患 因為將來黑旗譬如說 靠壓完這邊 這邊強壯了 他這邊強壯了之後 這個點就很現實 所以 可能變成說 假設黑旗走後的話 那白旗也得往這邊撞一下去補旗 不過黑旗就算 如果就立下 那其實還是有點的味道 所以這個旗 其實白旗本身衝上來 被黑旗擋的話 他自己已經留味道了 這就這就挺噁心的一個東西 留一個點 那黑旗本身這個段 反而是還好 因為你如果說斷的話 那我現在立刻這麼下 那肯定不行 跳也行 跳也行 對啊 所以 暫時黑旗肯定不怕 那如果穿的話 這也沒什麼了不起 這個 白旗氣太緊 暫時 暫時肯定都不怕 就算有貼上來也不太怕吧 這個旗也沒什麼多了不起的東西 對啊 所以我這個檔有點多慮 他被他爬進來 我總不可能再龜縮了 這樣龜縮一下虧好多 但是 我總覺得絕翼這時候會推薦 我還是應該龜縮 我這起就是有一點人類的衝動性 這覺得應該要反擊 應該還是要擋才對 擋才是冷靜的 對啊 擋才是冷靜的 其實這樣子虧了 其實虧了並不多欸 這等於是還好 我後來來看覺得還好 黑三應該不要搬 我覺得他這個搬並不好 假設 不搬的話 我這個壓 他很噁心 搬完打吃 他馬上得補 他肯定得退一下 或者搬一下 不過搬也有點噁 這個還有夾什麼的 其實旗行都不是很好 你如果退的話 將來繼續點 點應該不好 反正就壓掉吧 這樣子其實 黑棋虧的有限了 我還是應該冷靜 反擊這個不冷靜了 這個勝率一串掉 這明顯苦戰了 被人家腳上掏這一出 雖然是有點了 但是還是不划算 那點的時候 我實在講說 他這邊好像可以併 因為我是看到 黑棋如果搬過 他可以擋住 這樣我接不歸 但是這個我看錯了 因為黑棋露進來的話呢 白棋是不太行 我這邊本來以為 他這個我要搬 然後他有一個類似 雙火之類的 但是其實看錯了 這黑棋一斷 白棋不行 所以我明顯看錯了 那如果他不能立下 那也沒什麼棋下 走什麼都不太行 他看起來就是 白棋不太行 所以這個 我實在看錯了 那他這個靠住是首選 他這邊變化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如果黑棋立刻去吃的話 會變成說被白棋給外面封塞 那麼黑棋要收氣就挺痛的 他這個黑棋 收氣裡面就是一個丁四 而且黑棋這邊還軟頭 所以整個氣是不好收的 都含著結 所以我實在先靠出去也是正確 再來右邊這裡 決定認為白棋可以來跳一個玩弄我一下 那麼白棋跳的時候 黑棋如果說衝完拐 那白棋後續就可以擠完斷掉 黑棋必須得吃 那麼白棋後續就可以打出外面 然後裡面鋪一個黑棋一坨魚形之後再接住 然後黑棋斷過去 這樣走的話 白棋就可以在中間走得非常厚 然後黑棋下面只是一坨魚形 那如果過程中 這個黑2先衝這個的話 那也是一樣 白棋就擠完斷掉 後續白棋在搬住 這樣子的過程跟剛才是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實戰後續他這個就簡單跳掉被黑棋貼住 這樣子白棋沒有利用到 對白棋來說稍微可惜一點 而且這樣子中間也會變得比較薄 這個明顯有被點入的問題 再來比較重點的地方 在右下角黑棋要去吃的時候呢 白棋實戰這個小間應該比較不好 決定認為這邊白棋應該要拐完立下 那這邊黑棋顯然不能團了 這樣被白棋一立下 這裡頭是一個雙火 所以這邊黑棋最好是要貼外面 這邊黑棋也不能夠去手把走別的地方 因為白棋這個鋪完一打住 這樣子裡頭就是這個雙解就是已經進火了 所以剛才這邊黑棋就是黑四得貼住外面 那麼白棋先搬一下之後呢 白棋就是可以脫先了 因為白棋如果立刻鋪進來這裡頭也是一個打結 應該是一個白棋有利的緩移器結 那所以白棋這邊是沒有立刻鋪進去 他是選擇先罩外面 先罩外面的話 黑棋裡面這東西他也不好吃 因為你團的話還是不行 白棋粘住這個就火掉了 所以黑棋要殺的話也只能鋪這個 那如果白棋提掉的話 那黑棋就團這個 這樣子雙方就打這個結 不過這個打結黑棋 對啊雙方就打這個結 那如果說剛才白9去鋪的話 那也不好 那還是一樣打結 所以白9的確就是提這個 那就雙方打這個結 這樣子應該也是一圖 那剛才的變化中 決意是沒有立刻來鋪這個 是黑棋先在這邊擠尋求眼位 擠以後跨出 所以白棋可能接什麼的 這裡頭活得了嗎 暫時看不太懂 不過好像可以活 這好像下面小尖是可以活 不過這樣子後續白棋再回去鋪 他還是一個緩移器結 所以黑棋好像就只是自己去活而已 好像有點無聊 好像是有點無聊 對啊所以實戰這個小尖的話變成說 他鋪進來變本結了 剛才白棋如果拐完立下的話 裡面是一個緩移器結 就有差了明顯就有差了 而且他實戰走這個擋 擋住好像沒走 這個起好像有點沒走到東西 也不能說沒走到東西 因為下一步他一撲 他下一步一撲 他還是一個雙結 他就活起了 那還好 那還好 不過將來會怕說黑棋一接住 他裡面還是一個進死了 會有點這樣的一個顧慮 因為你本來至少鋪進去 也不對 他本來鋪進去 這樣也是進死 那就沒差 那他打這個也還算正常 因為下一步一撲進來 他還是可以雙結進活的 好所以實戰 因為我覺得我如果立刻去黏的話 他這邊這邊搬一下這個 然後再錄一下 這樣子我這塊大概是活不了 然後我覺得他這個氣非常的多 我好像不是很好收 然後他再把我飛住 這樣子我覺得要收氣太痛苦了 如果吃到都不見得 都不見得一定便宜 如果他外面貼得非常厚的話 我就覺得吃到也不見得一定便宜 其實確實沒錯啊 他這個腳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我實戰的想法應該是正確的 但是後面的一個貫徹 我覺得沒有下得很好 就是我去衝擊他這邊的時候 這邊決議認為我走到這裡 我能出頭 然後還去衝擊他中間 應該是黑棋優勢了 但是我點完之後呢 決議認為我應該立刻把他這個吃掉 直接吃掉他這四顆就行了 因為這四顆吃掉本身 本身木數價值就已經滿大了 因為這本身就是八木 然後含著這些周圍小小木數 本身就有10木多了這個這個木數價值 然後還加上整體非常的巨厚 整體巨厚無比 這樣子本身就非常大的一手棋 所以決議認為我不應該去吃這個腳 因為確實吃這個腳 好像有點骨梗在喉的味道 後面其實吃的蠻痛苦 所以對啊 而且吃這個腳其實本身也就是20多木 也不是真的那麼有價值 而且在你吃的過程中 他人家去拖這個集 他本身這裡也得到一些木數了 所以吃這個說不定就只有20木的一個價值 然後還虧掉外面的很多厚薄的東西 所以明顯是虧了 這不應該去吃的 勝率連整個雪崩式下降 這我不應該去吃他這個腳的 然後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在於說 後面這個被挖斷我其實是出事了 我這邊應該要去補齊的 我應該衝一個去補齊 衝一個防這個挖斷就沒事了 或者虎應該也行 他這邊會有衝斷的問題 他這邊會有衝斷的問題 不過他這個病是先手 那我就不 那我還是衝 衝完再連回家就沒有那些問題了 實戰 實戰其實白奇這邊有點沒保住機會 因為他這個挖完之後他下錯了 挖完之後他斷這邊後 後續他不應該擠上來的 他應該要擋住了 這個擋住被打出去 反而白奇才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後續他再一照住 我還是不行 這樣子還是不行 不對 這個裡面先提一下 這個有沒有提到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他還是可以提 所以他這邊應該要把我照住 這樣子的話我就只能被逼迫 只能回去收氣 然後他這裡面這個氣又不好收 非常噁心 所以這麼一下的話黑奇就崩潰了 所以實戰 實戰他這邊還給了我一個機會 他在外面各處先利用一下 然後提這個 提這個時候實戰我本來也有點想要反悔 是不是先衝過來 那時候來看我確實應該反悔 因為我最後還是點進去下錯了 我明顯還是應該反悔 因為他這個東西外面薄的要命 他如果回去火腳 他根本來不及回去火腳 因為我外面一衝就整個爛掉了 所以他還得顧及外面的問題 所以這樣子我再挖出 甚至這時候決意都不認為我應該吃腳 這個挖出也是比這腳還大 確實這個腳一直不大 他只是一個20木齊而已 20多木齊而已 所以確實不大 他這邊如果一擋住我就毀了 這我就毀了被人家封住了 因為我衝斷沒有什麼意義 他這個打吃是可以回家的 我搞不 搞不了他那幾顆子 所以 這樣子我應該就完蛋了 我得回去收氣就沒救了 好所以他實在沒把握機會 後續黑旗打吃上來變化其實很複雜 這邊決意認為白旗應該要自己黏住 那麼如果黑旗擠這個收氣白旗提掉 黑旗這裡是不入氣的 所以說就先斷一下下面之後再提掉 白旗擋住收氣 那後續呢可能黑旗再斷上來 這樣子白旗這裡不入氣這邊也是 所以說就只能提掉去進行打結了 那由於黑旗外面各種打吃 其實結差還蠻多的 那白旗這邊打後斷 其實白旗結彩也不少 那雙方可能就圍繞了這個結真結彩的問題 來做文章 那麼也有可能轉換 因為黑旗如果吃外面那白旗提掉再拔掉 其實他這邊也算蠻大的 所以說這個結彩和轉換的問題 那卡文英也是蠻複雜的一個變化圖 那如果說黑二是選擇自己黏住的話呢 那麼白旗由於這邊馬上要被打死了 所以可能要得要立刻開結 那麼開結完大概也只有打吃這一枚結彩了 那黑旗如果黏住 白旗提掉 黑旗大概打這個當結彩 也只能用打吃來當結彩 如果白旗轉換的話 白旗首先應該不太能退了 因為黑旗提過來好像白旗是沒有什麼結彩了 斷這個也來不及直接要被打死 所以這個白旗是不太能夠再硬了 那所以就換掉 黑旗再提掉 白旗再來可能就四個 就這邊吃過去 然後黑旗這裡稍微補一下 把這邊完全置住 這樣子的話形勢判斷稍微看一下 他認為黑旗稍微好一點 不過這個黑旗中間好像有點點多 中間到上面有點點太多 然後右邊這如果被打拔也是要消很多進去 所以好像還不太一定 也許黑旗稍好 可能是黑旗稍微好一點點的一個變化 不過可能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細旗 因為白旗上面可能也還會再漲 所以 這麼下的話可能還是細旗 那麼實戰白旗提掉 那這個 實戰這邊我應該也是可以接了 實戰有點看錯 因為他提這個時候 我還是可以再提下面這個 這樣的話變化又不太一樣 這又有點搞不清了 白旗可能就打死我這個 那我再提過來 那他可能再拿這個斷當結 其實可能跟實戰的後續的結果 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實戰的結果我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個過程沒有下很好 就是我立刻去病被人家全部耗掉 這其實有點沒必要 因為我這個接還是一個先手 我這個接的時候他還是得吃右邊 不吃的話被我吃回去 然後中間全掛了 那不行 所以我這應該還是先把他接回來 跟下面這個段還有關係 哇這個好大喔這個棋 超大的一個棋 那實戰變成我後面去搞他這一塊 那最後好險是有把他殺掉了 這邊他可能還是稍微不太行 因為周圍的黑旗還是都太厚了 周圍黑旗太厚的情況下 他還是稍微不太行 好吧那這番棋還是後面 整個蠻亂的一盤棋 那就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好看 好看 好看